这一边我有Equation1,然后这个是我Equation2,然后我会拿我的Equation2来乘以2 OK,乘2乘2乘2,然后它就会变成6x-2y等于-2 为什么我是拿我的Equation2来乘2呢? 因为我要把我的y的部分变一样,所以我的这个-y乘2,它会变成-2y,这个2y跟-2y 为什么我是选择把y的变一样呢?因为它一加一减,一加一减它不同符号,不同符号我可以用加 所以这个是我Equation3,然后这个时候呢,我就可以拿我的Equation1跟Equation3加起来 我Equation1加Equation3的时候,x加6x就7x,加2y加减2y就没有了 然后就加减2,我拿到的是7,所以我x会是等于7出7等于1,所以我拿到x等于1 然后接着呢,我就可以sub我的x等于1 into我的Equation1 OK,我的x等于1,这一个我可以sub进这一边里面 然后我就可以拿到1加2y等于9 然后我把我的这个E翻过来的时候,我拿到的是2y等于8 y就会等于8除以2等于4 所以我拿到的是x等于1,y等于4,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